或者是甚至腐烂 因此会造成台股可能会飙涨 或者是房市飙涨 那我想请教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利率政策拿回来 我们从宽松的变成紧缩的 也就是说未来台湾如果利率 一步一步往上调的话 会不会交习的台股 房市的这个火苗 其实现在的股市来讲的话 早就已经去反映现在利率的一个走势了 这个东西一定是在提前去反映 所以现在股市才会大涨 然后所以你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 其实才会居高不下 因为你金融风暴下来来讲 其实像欧美的房地产的价格 其实往下掉了 只有我们自己的房地产上来讲 因为两岸的关系 所以投资的气氛相对比较好 所以资产的价值其实也是会往上走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在反映这样的东西了 现在就是要回归到来讲 就是说这个利率会不会开始 也会像澳洲一样开始去做升息 我认为在这段时间 至少到明年的上半年 我觉得那个机会都应该不是这么大 最主要的原因来讲的话 因为澳洲的环境跟我们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澳洲之所以升息是因为它的就业的市场 它的零售的市场 包括它企业的获利的数字 其实是比较正向的 它第二季出来的GDP已经是正的 正的0.68 台湾的GDP出来的数字是负的7点多 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是在负的 所以怎么可能我们在这里会做一个升息的动作 另外一个就是说澳洲之所以能够去升息 最主要的原因来讲 他当然认为说新兴亚洲的这一块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这一块来说的话 市场的内需其实是很强的 所以有带动它的原物料的这些价格上涨 澳洲本身来讲 它本来就是矿场非常丰富 原物料非常丰富的 所以它有本事在这个地方 往上去带动它的资产的价格 可是回归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大部分的部分 大部分的经济上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要依赖外需 所以你外需的强不强 其实反而是在我们自己的GDP的成长性来讲的话 它的挹注是比较多的 好了 现在就回归到我们的外需强不强 你从现在进来的数字来讲的话 其实年的负成长来讲 还是衰退两位数字的 即便你现在已经是 就是贸易上来讲的话 当然是出口的部分还是往下掉的 你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来讲的话 怎么可能经济的 复数的力道是会很强的 现在大家都会想 因为你中国的经济复苏了 欧美的经济上来讲也是复苏了 那你当然对中国的部分上来讲的话 这个是以目前上来看的话 是比较safe的一块 但是你看一下欧美的数字 欧美现在是最糟糕的是说 你景气从金融风暴打到谷底的时候 其实你很容易去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就要震荡 它现在就在震荡 为什么 因为你最近出来的一些总体的指标上来讲的话 比如说像美国近期所出来的数据 ISM的制造业的数据 然后初领失业金的这些数据 包括一些采购的这些数据上来讲 又开始下滑了 所以你时好时坏的这些数据上来讲的话 一定会去影响到我们出口到他们国家的这些外需 相对比重还是比较高的国家 但是黄老师如果按照梁老师这样的讲法的话 台湾的确不适合在这个阶段去调整利率政策 不太适合一下就把利率拉回来 可是那澳洲干嘛没事 说他要调高一码 一码是很多 我们以前都是半码四分之一码 这样子慢慢降 他现在一调高就是一码 澳洲的说法是说 他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 台湾如果说也想有更多的资金 现在我们很希望中资外资都进来台湾 我们调高不也可以刺激景气吗 台湾现在是没有必要去调高利率 尤其是说为了吸引外资进来 去调高这个动作 我们没有这种条件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外资 入资 还有国内的资金都已经很多了 我们现在只担心资金 对对对 钱是非常多 尤其是过去长期以来这样不断的降息 我们资金已经是 已经是有点到过头了 已经是资金腐烂的地步 所以我们跟澳洲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澳洲这么大 国内市场这么多 然后刚刚梁老师讲 他们基本的原物料也很丰富 所以他们不要考量到本身 是不是有通膨 或者是不是要需收资金 来协助经济的振兴 台湾基本上我是觉得说 我们台湾现在 目前这个情况 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产业部门 都能够持续的复苏 甚至有助于我们出口不断在扩充 带动GDP的成长 我们现在也没有通膨的压力 在汇率方面 我们现在汇率有升值的隐忧 所以央行已经非常吃力了 要把台并把它稳住 协助出口的产业持续的复苏 所以台股来讲 我是觉得现在台股基本上是反映过去降息的结果 还有入资开放 还有几个政策的利多的一种表象 所以我觉得如果台股回复到去年的水准 比如9000多点 那可能我们再进一步再思考说 台湾有没有可能要提防一下通货膨胀 再考虑要不要升息 所以到年底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了 到明年初说不定也有可能到9000点 到9000点的时候那时候再来考虑 而且那时候全球其他各个市场 也有可能说他们的产业慢慢复苏 他们的进口需求增加了 那么台湾出口可能会变正成长 那GDP也会正成长 那才要来思索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澳洲放第一枪 我们就马上大家都很紧张 说我们该不会跟进 我觉得有点太快了 也许等到美国做了什么动作之后 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跟进 可是运长 刚刚我们从很多个层面来看 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 而且有很多观点是相互冲突的 譬如说澳洲说他升息 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去到澳洲 可是台湾的情况 也许台湾的资金太多 那资金太多呢 他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叫做通货膨胀 那也许像现在很多数据 我们都看不到台湾有所谓的 通膨的这个疑虑 可是也有人在质疑说 现在台湾整个所谓的资产 有没有泡沫的这个疑虑 换句话说在股市的部分 在房市的部分 如果我们要避免他过了 恐怕升息也是另外一个 让经济可以持续成长的一个重要工具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美国三零年代 那个经济大萧条 他好不容易上来一下子 美国又采取所谓的升息的动作 又把这个经济成长的火苗 一下子就交集究竟台湾的货币政策 在现阶段该考量的 该决定的标准是什么 我先做一个补充说明 其实澳洲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必须首先要了解 澳洲是一个英文讲 所谓的这种inflation targeting的国家 它是这种 就是说它有这个通膨目标的一个国家 然后它的这个 所谓它的这个目标的那个区间 是CPI的这个年增率 是1.5到2.5个percent 那事实上这个最近的这个数字 非常接近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就是说这种 执行这种 采行这种 所谓的这种通膨目标的这种国家 他们的这个央行是有义务 把这个国家的这个CPI的这个年增率 负责把它控制在那个区间范围里面 这个是第一点 这跟大家做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 然后第二点 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澳洲不是第一个升息的 那第一个升息的是以色列 那但是因为以色列太小 那澳洲比较大一点 然后又跟我们比较接近 所以当然我们对它的这种关注就比较高 那你说这个回到就刚刚您所说的 就是说台湾现在这个有这个 似乎这个所谓的这种资产价格 或者说有一些这种金融资产的这种价格 它都在上升当中 那么都在上升当中呢 是不是有这种泡沫的这个疑虑呢 那老实讲就是说 央行自己的这个说明是认为说 到目前为止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疑虑了 那但是就说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推行呢 最主要关注的这个两个变数呢 事实上就是说 从经济学的上的一个理论呢 学名上呢 叫做第一个是它的这个产出缺口 那第二个是叫膨胀缺口 我们用这个一般大家可以听得懂的 这个话语来表达的话呢 所谓的这种产出缺口呢 事实上就要代表就是说 景气有没有过热过冷呢 那这个通膨的这个缺口 就是说通膨是不是太高太低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这个标准的 就是说你看这个联准会的 每一次的一个制式的一个说明 联准会每一次开完会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会后的这种声明 它在会后的这个声明 事实上是分成三段的 第一段一定讲 美国的这一个产出缺口的这个部分 就是它景气的这个部分 第二段它一定是描述 它当前的这个物价的这种状况 就是那个通膨缺口的那个部分 于是基于这 基于对这两个缺口的一个认识 它的第三段就是说 所以我的政策走向是 朝什么样的一个方向